这个位置最中心的防具已经人版为化了 今年的加上 最后的这几发子弹是压住了 就是一直按住左肩不敢停 是的 队友这个时候好像是要放弃小鬼这个过点 站在高点 但是毕竟小鬼离大部队的距离是有的 而且另外一侧 Pyro也过来了 这是Pyro打这种圈形比较喜欢的一种路线 但是机兽这边出枪 转身以后 黄一鸣的补枪很快 二换一 大家这个出枪效率其实都还蛮高的 别动门 让兄弟他很想把兄弟给推进去 是的 唐尼尼直接先把倒地的这一分给K下 是的 撞上 现在进点是一个二打三 是的 头顶上的天霸虎视眈眈 就看这两个队伍他们互换的这个淘汰数多不多了 限制还挺大的 旁边博梁的话还把素酒给放倒了 赶出这个小厕所 打一个 打这个雷 还好不是顺暴啊 灵活的身法再翻进去 身上有一颗燃烧瓶 这个门口的话自己可能不好进 赶紧过去 趁对方在扶人的时候把队友先救起来 没错 摸一手啊 确定了都在对面的这个二层楼 今天没了 是的 长龙这个点的话也要小心点 头顶一直在看他 小五我被零数给放倒了直接补这个位置救不了了 分羹啊 分一杯羹啊都过来分了呀 是的 分数被长龙给拿下 三打一 看一下能不能拖点时间吧 其实蛮伤的这一局 对于时期来看 对 看看Pero他们的一个伤害的投资物到底多不多 因为攻这样的楼 你锁定了位置之后 几个投资物的一个协同其实很好清啊 是的 因为从KRG那边的话也被悟空踩在高点上抽啊 他们都在云春里面 好的 小左一颗手里也是带走了速九 小左一颗手 原来一身有点动弹不得 嗯 有点动弹不得 这个小破防操作空间极其的小 趴窗的时候龙四根直接被放倒 而紧随气候KRG的投资物要给一波强势的轰炸 KRG先动手了 这边打得不可开交的话 其实悟空应该会找机会过来 看下手里投资物能不能用 对 这一波想明白了 就是直接往里面扎 然后再利用这个载距加上防径的掩体 去卡别人 但是没想到KRG是先来了一步了的 反而是自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自闭的位置 是的 悟空也倒人了 哇 这KRG 主要是FTY它的一个位置确实太受限制了 所以一直吃雷 而且南边刚刚CDG和DDT的战斗 也是有点激励 FTY这个位置就是纯纯拉不开 只能打 只能背打 只能背打 现在就看旁边人能不能给到KRG压力 这样的话FTY还有机会把队友扶一手 是 然后KRG他也不敢过这个点 去贴FTY的脸啊 对 现在是 我CDG被淘汰了 我看到 过来了 因为有过点嘛 是的 先等一等 等机会 刺激而动啊 TMA 这边直接两个人开野 考虑上走 但是还是 你看看这个过点怎么过得去呀 天霸还在拿分 拿了DDT的分数 FLYING啊 好难走呀 中士和大部队汇合不了 自己往右边走的时候 感觉这个世界这么大 自己想去看看 但是DT在这边不让你看你怎么办 现在可能就告诉他自己个人玩了 KRG最后还是给了FTY一波 点了芝麻 是的 德步的尝试啊 嗯 主要SMS和XCG这边的话 选择从这条马路过 两边都有枪线能抽到 看一下谁会成为那个幸运儿 哎呦 匆匆 但是分是被KID拿下了 打了一波 手感不错 好气 只能说手感不错 好气 又来到了FLYING的脸上 那小路的这一侧 可以很舒服的把这些分给拿到 T55 也没什么位置呆了 下面那个唯一的这个中心点的厕所 就是北边的视野 看它很轻松 是 他们其实严格意义上面来说 属于基本上同一水平线上 嗯 就你如果上了这个 矿山那边的高点 你是能够看到这个 打了一个刚刚开车过去了 XCG还是满边 对 他其实把更多的这个扫枪啊 扫车都是给到了SMS身上 是的 你看他右上角这个刷屏啊 全是天路在受伤 这出不来 他机会很难找到 在这样的圈形和地形的情况之下 他唯一依赖的就是前面的队伍被撞 然后他找一波机会去劝 是的 玉玉一开 哎呀我也去找个厕所待着吧 都没来得及过去 啊 哇 就我阶段直接往山上走了 北切 太极限了 你看天霸现在踩的位置 只是天霸这个位置有点踢边缘了 但是踩得好开 嗯 就天霸现在想的肯定是 来点分来点分 因为他有两兄弟踩在了那个圈的边缘嘛 对 那一会先把 因为南边他不是第一火力点 是 他先让你们先打起来 如果可以点分的话 再去跟队友集合 这个圈一个顶角北切之后 南部成为了一个大大的绞肉场 嗯 多只队伍得要在这个位置分出一个胜负了 KRT作为防守的一方 现在全力防守New Happy战队 TMA也是在旁边虎视眈眈 只是因为原点的话 有XCG包括4M那个枪线 导致TMA不能再往前去探了 对 就露不了头 之前就说过他这个位置挺尴尬的 所以你看他被篮圈带走的概率也很高 然后小鹿是拿下了雅皮的分数淘汰掉了TMA 的会合自己还被打掉另外一个兄弟 是的 二人的配合硬压 看哪边压力给这个 五阶段的蓝圈伤害 抗不住啊 倒地两个白龙马 孤狂还剩一个白龙马 要换分了 嗯 看到一个大车身 哎 好的是压住了是12发 转身过来看换神 5发 有小反鞋 他又不敢换呢 换了 先K分 还是被波菜给收掉 天霸也来了 等了这么长时间 拖的是不是有点久了 三个人过来 要把整个南部的分都想收下 是的 他突然往后稍微收了一下 保证一个更稳妥的位置 再来打你 Groza 没问题 波菜直接被打掉 又拿了七个淘汰了 天霸 天霸 兄弟还在圈内等他们呢 刚才在下面休息的时候 还在说天霸就在硬片天霸骗局 嗯 这颗雷有艺术啊 弹到地上 再弹到这个石头上 一个空爆 Kid直接被放倒 好在前面封了一颗烟 现在还在疯狂地打药 啊 在扎针 哦 拉枪了两个 哦 队友呢 队友的捕枪呢 哦 打完了 打完了 可以扶 他如果现在去竞圈 没必要 没必要 因为很难了 他知道里面的信息 之前拿了很多里面的信息 对吧 这里刚好倒人 那我说那边就过来 把这里给收掉 看能不能打掉 崔七 硬架 血量不是很 往前面去铺这个反斜坡 一个测验 唐滴滴 对面的血不是很多 看到一个伏地膜 敲通你枪头 再打个屁股 唐滴滴 还有一个对方穿掉了 唐滴滴穿掉了DT 杀疯了 既然不完很长时间 没有打过架了 在这一局的话呢 是吃到了一个关键的 第四阶段的这个回切 是的 而这里的话 小朵是把 博尔尔给放倒了 912的出枪 林树直接在车上被打了下来 这个位置本来是想要去拉角度的 但是中间会有一个过点 队友肯定是服不了的 确实这个位置有点难生存啊 旁边 黄志龙也在对他们开枪 近点倒两个的情况下 现在只剩下了七七和唐 结果如何了 现在反正是GFI有优势 是的 人数上有优势 但是二位的出枪 把小鹏给连打逮捕 拉过来给枪头 唐弟弟直接被撂倒 就剩七七了 身上还有闪 啊 踩到 哦 燃烧 好的 确实是由于这个位置 包括人员上一上来 对吧 就被打掉两个的情况下 天霸依旧被接了 而且自己控梅花桩的 连续倒两个 龙宗泉 这个位置好过吗 不好过的 会不会选择不给分呢 血量有点多 是的 哦 风好烟 OK 那Summer的话 也是拿下了这一分 三打三 右边的侧身枪键被解决掉 难题来到了 GFI 要跟着这个蓝圈走了 声位要全部露出来了 不给分了 确实进不去 也是公雪佩洛在这一局 吃了一个小鸡 小鸡 嗯